編走律師和他的Drama一長 一次反轉都意想不到 我說他 我說不行 那得零 他算了吧 他以前也挺好的 我說那也是 他說可是他 我說不行 那得零 他說他算了吧 他小孩還小 我說那也是 多大了 98年了 滴碗 搞我了 以前他別離了吧 女子又活著拒絕 那得零 因為我想要那房子 我說哦 他說可是房子是他爸媽的 我說那別離了 他說不行 那得零 因為我也有跟 哦 我說哦 他說可是這個 我說 對 日常工作就是殺禮物 看了時間特別痛苦 每天喊他一看幾十個 裡面有說髒話的 還有說燒話的 有打籃球的 還有搞擦邊球的 我刷了個跑車之後 他說謝謝哥哥 哥哥能加個V嗎 反手我的技巧 點進去爆掉 最終得出了真理 最大的風險就是 封面和實際不符 有一些封面特別暴露的 寫了一些文字上的暗示 我一點進去 穿了劍免腦 真的吃水餃 專要是錢沒到位 那你有沒有證據 證明你是被冤枉的 他說沒有 不過堂哥 你能不能幫我做偽證 而且我聽別人說 他團隊是負責搞那種偷大車的業務 他負責囂張 當天他帶著買家去看車 他說這車性能賊好 你信我 買了保證不會後悔 警察一拉開車門 是嗎 他叫我給他平反約假 哇 我一看判決書 當場抓貨 這不就是最佳例子嗎 剛剛還找了偵探偷拍他老公 結果偵探被他老公發現 他老公說給你一千 招勁三了 偵探說不行 我有些道德 他老公說兩千 偵探說好的 他老公又說給個一千去開車 偵探不說話 他說支付把授 效率有點耐現 但不多 你知道世界上做無法 無限的地方是哪裡嗎 是假校 和同說到都沒有做到 我說我是學法 我要投訴你們 他說那麼巧 我也是學法的呀 我學的是貌子系法 他說你看到這方圓無理 高度自治你懂嗎 我國六大經濟特區知道嗎 深圳珠海汕頭 廈門海南 還有我的駕校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簽和同之前 我是爸爸 簽完之後 我還是爸爸 但他變成了爺爺 可以超級加倍是吧 我說你們真的目無王法 他說哦 我姓方 這裡只有方法 你看到裡面寫的嗎 學員管理方法 問你可以交800塊錢 我看行不行得通 我說還能這樣子 我說我都可以說了 想方設法嗎 老闆遇到的全是土豪 有個廣州本地的 拿了5萬塊錢現金 放在張律師的桌子上 張律師說 他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張律師你誤會了 2萬是律師費 3萬是小費 他為了追7萬塊 花5萬塊錢寫律師 他說沒什麼事 我就是想找對方麻煩 老闆還叫我迴避一下 結果迴避了個地步 在外面寫的一行二行 但是我想 你看不起誰呢 不就是5萬塊錢嗎 不就是我工作的100倍嗎 我早就在每一家收銀收了10年 誓金錢無憤 而他只配白嫖 一個人白嫖我法律諮詢 我給他解答了三次 第三次的時候 他問堂哥 你怎麼和大眾點評9塊9的 說到有點不一樣啊 他寧願花9塊9驗證我的結論 也不願意把9塊9給我 這才是白嫖界的領域 好羊毛的君子 我應該向他學習